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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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都说历史是你从何而来的答案 故宫已入淡季 便宜你还不去看吗 没色 还有我们优酷全网首播的国家宝藏 演技后的博物馆都没有淡季 接下来是娱乐圈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又有瓜又挖出一段 未必多年现在某软件送给余文乐的舞蹈 嗨嘛 多彩多彩多艺的大宝贝 网友评价 就前面那几个动作 小明应该很吃他这套 甚至有人称 搔手弄姿 这算厌武了吧 他不是陈伟廷无缝对接黄小明吗 心疼天宝这个宝藏 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被黑 我觉得我要 我跟余文乐传绯闻 我觉得那是一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连他电话都没有 天若有情天一老 找解尬舞要趁早 继关小彤空姐版尬舞后 近日关小彤又写手马可来了一段奇奇怪怪的舞蹈 抽抽着坚定的眼神 豪迈的四肢 有背景音知道俩人在跳舞 关掉背景音 还以为俩人在合伙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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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炸裂 但念在俩人为中小学生做出了极为标准的演示 这五美没摆下 看过舞蹈的挂油表示称母接舌 我以为关小彤要撸起袖子和马可庚比较 我吃过印度飞比奥 就是这么做的 唉 别解释了 傻袍子 你倒是来教教你媳妇啊 那日 第一财经周刊 发布2017明星商业价值榜单 此榜单综合活跃度 专业力代言力和个性区隔度 加全计算得出2017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 Top100 堪称一年一度娱乐界的KPI考核表 根据绩效考核 额不不不 额根据商业价值榜单 Top10分辨为 陆寒 赵丽颖 杨幂 范冰冰 周冬雨 胡歌 吴京 刘涛 吴亦凡 成龙 而2016的前三甲 胡歌安卓阿贝比邓超 仅胡歌进入Top10 AB邓超分辨为15 26名 16年未入榜的迪力热8 17年以64.5分 飞升至第11名 排名16的老干部近东 仅比王源低2分 商业价值秒杀一样千禧王俊凯杨洋等鲜肉 虽说傻袍子排名第一 但瓜友均表示不服 认为此排名水分较大 到处喊自己有商业价值 却没有高端品牌请他代言 安啦 傻袍子的真爱粉 大部分都还在上学 等过几年他们发大财了 傻袍子再去代言高射也不吃啊 谁说只有金子会发光 自然淳朴也发光 昨日电影《无问西东》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张子怡 黄晓明 王力宏 张震 陈楚生等超超超豪华演员阵容齐登场 别看张子怡黄晓明在圈中称霸好多年 但此次却是头回演情侣 而且还是谈一场杨国和小龙女的恋情 用小明哥的话说 他俩是千回百转 与音乐到底 当问到娘娘与小明哥合作感受如何时 张子怡手动点赞夸奖道 我觉得小明表现得不错 他没有特别要扮演帅气 角色也是很朴实的 他很真诚很自然 他没有特别使劲去演 我觉得他身上那种自然是可以扒光的 还说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里演得非常好 究竟妈的 幽杰怎么觉得此话话外有话 网友纷纷解读说 还不是因为黄晓明总硬傲霸道总裁赖演讲 娘娘这名框暗损 瞎说什么大实话 有情人忠诚眷属 好兄弟见缝插足 前几日 余温乐突然公布婚选 犹如平地一声来 不几下的瓜友们 赶紧扔掉手中的瓜 集体为关周冬与彭玉燕胡歌三人微博 更是别说好兄弟彭玉燕放出 新娘是我 新郎是我的的PS图 本以为 从此就能放过这对新人 安安静静的去造人 谁知 昨天刚刚赞告演员生涯的舒淇 又在微博和info上 放出密照搞事情 照片中 余温乐怀里抱着小baby 彭玉燕则爸爸利麦克斯 两人肩并肩边走边说 默契十足 演人的一副一家三口的样子 舒淇还配文写道 近日喜事真是一桩接一桩 祝你们一家幸福 而王菲御用造型师 也在微博下评论说 根本不用剔图 我一个转身就拍到了 嘿嘛 这才结完婚 你们就见面公开的搞事情 有考虑到新娘的感受面 不过 彭玉燕同学 这回应该开心了吧 导演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好 天了 路 能让实力派演员 蒋琴琴老师 发出这样感慨的导演 可不多见呀 这位快要把女神逼疯的人 正是海上木云记的导演曹顿 弹起这部耗资三个多页 制作精良的科幻大剧 南枯皇后蒋琴琴 回忆起来 就一个字 我觉得就是累 那个是心累 就是说每一场戏拍到你 就觉得心力交瘁 真的 然后就觉得都 你都把那个心啊 里边的东西 你都全掏干净了 光听蒋琴琴这么说 大家可能还想象不出来 究竟是怎么把心掏空的 但是听完下面 琴琴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几场戏 相信瓜友们就都明白了 我死的那场戏 我觉得我们拍了大概有三种吧 死法 包括跟我的那个阿善的一些戏什么的 也是拍那场戏 也是拍到疯狂 一场文戏 结果拍得我手臂 全都污滋 都发青了 都污滋了 所以说你说那个力量该有多大 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拍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 等回去 回到房间之后 洗澡的时候 发现哇 这么大一块瘀青在手臂上 然而除了情感上的宣泻和手臂上的瘀青外 江青青老师还受了不少苦头呢 戏中南枯名医数套造型 看上去奢华贵妾 尽显皇后为宜 而在美丽的背后 却全是不为人知的心酸 像那个我的那个头饰啊 都非常非常沉 非常重 我每次拍戏的间歇 大家都会在我旁边 织一个那个灯柱子 然后把我的帽子给我吊起来 对 然后给我剪剪重 然后像我的头 经常都会勒到 都真的就是爆炸 都想吐 然后我这个 这个叫脖子这 后脖子这 永远都插着两个 那个叫什么梳子 因为那个有大经嘛 这个地方有那个 那个帽子老压着 它特别特别疼 哎呀 听得幽结都心疼了 不过有付出 就一定有回报 蒋青青的精彩演义 收获了一众观众好评 大幕上还有不少网友称 青青老师饰演的南枯皇后 和孙丽饰演的甄嬛很像 而对于这样的比较 不知青青老师 会如何看待呢 我觉得因为 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 可以说再远了说 就是说他们的 受的教育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 世界观 人生观 各方面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没办法 各在一块来做比较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是他 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他有他自己的魅力 我希望这个角色也是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个人物是不可替代的 不可以等同于某一个 之前我们看过的某一个人物 青青老师说的对 每个角色都有他独特的魅力 只是不知 陈建斌老师在家追剧时 是会为甄嬛打扣 还是会为无力男姑皇后打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宜乐早八点 给你一整天的活力 我是希希 明天早上八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我感到 I was only trying to be the one for you Baby I was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ay 无所谓每天 他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 这谁扶持起来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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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